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怀抱壮志的李志安频频频谋求振作 终于在入行第七年与古装黄媒调电影《苗金凤》首度独挑大梁预言主角梦 只是与该片导演吴家乡过从甚密的传闻 在两人陆续跳槽哨事后浮现 疑似为情寻短未遂的南方语 坚称两人仅是殊职关系的女方 各自表述闹得废扬 为此颇感烦闷的李志安 自七年银海浮沉中醒悟 就此挥别香江种种 依居美国重新开始 李志安为本名 足及浙江东洋台北城长 文山中学高中部毕业 1961年1月 李志安与刘晓慧张慧贤陆语 同获中启文赏试 成为继丁号雷震填青苏凤林仓之后 第二批获电帽重点培植的新星 对于赴岗拍片 李志安的母亲一度持反对意见 经他不断劝说保证 才准与放行 抵岗后 李志安与电帽签订六年 基本演员合约 与张慧贤刘晓慧并称电帽三小 接受公司完整的电影工作训练 聘请演员林静教授国语 许沛训练歌唱 导演艺文王天玲堂皇 与编剧宋琦讲述演技与演员修养 除此之外 也安排摄影化妆服装等专家前来授课 如电帽有新戏开拍 亦会让三位新人前去观摩 1962年 李志安首度月上一幕 在探讨重男轻女观念的伦理片《早生贵子》 置演未富卖身的弱智少女 在于夜风宜光主演的英歌燕舞单纲要角 并陆续参演《一曲难忘》 《申宫愿》 《晴天长恨》 《都会狂乡曲》等 也与宝莲灯客串演出 1965年 23岁的李志安与电帽三小 另外两位成员刘晓慧 张慧贤共同主演 为三人量身打造的《三朵玫瑰花》 后又于乐地赵雷主演的《古装黄梅调》 《嫦娥奔月》及《白冰张扬》主演的 《奇情悬疑片》《黄金导刃》配角 1966年 24岁的李志安终于《苗金凤》登上领衔主演 隔年李志安与电帽改组后的《国泰》商谈新约 基于双方对酬劳数字的旗舰 负以多年发展不顺 虽在导演吴家湘引荐下 转而加盟邵氏 入新公司后 已有六年戏龄的李志安 虽未达一线女性地位 信任站稳第二女主角 与秦平主演的《文艺片红》担任药角 与林家陈依林共同主演青春喜剧《三宴迎春》 电影事业小友起色之际 却传出吴家湘为李志安服安眠药自杀的消息 双方说法南辕北撤 观众宛若堕入无礼物 李志安为此颇感困扰 只得向邵氏告假三月反台小气 1968年10月 返港后的李志安与邵氏提前解约 称将离开是非之地 赴美重拾书本 学习电影专业知识 期许以导演之资重返影坛 关于李志安的讯息也休止于此 台湾与香港各有各的好 在居处和日常生活上 我是喜欢台湾的 第一它安静 对我的性格来说很适合 还有从小在那儿长大 同学多亲戚朋友多 当然更多这一份感情 店茂三小除本旧居住在港的张慧贤 李志安与刘晓慧的家人皆在台湾 两人在公司安排下一同租屋 每日同进同出 宛若一对形影不离的姐妹花 虽然辅到港时仅有400港币的薪酬 约等同服务业中阶主管层收入 省吃俭用的李志安 在负担日常生活所需的同时 仍能省下百余元寄回台湾孝敬父母 足见他纯朴乖巧 不目虚华的一面 有趣的是 两人笑颜省钱之道在 没有包火时饿了吃零食 好处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还可以经常换口味 至于缺点就是偶尔会吃坏肠胃 实际上 李志安出发前往香港前 双亲便担心内向的他 会因乏人照料而身心不宁 此时李富一起早年从军时 认识的一名同袍吴家湘 吴家湘在抗战胜利后 即离开军队入话剧团为演员 再自舞台走上荧幕 而后又晋升副导导演职务 碰巧当时吴家湘也在电茂服务 李富遂以亲笔性敬请就有 关怀照顾侍侄女 或许是基于这层输职关系 吴家湘对李志安生活 电茂三小都十分上心 宛若是他们的保护人 经常带三人上街见识香港的繁华 到近郊游历踏青等 李志安于1962年3月返台探亲时 就曾提到吴家湘对他们很不错 孤身一人在港的吴家湘 病倒卧床休养 三小得知吴叔叔玉体为和 也是尽心伺候茶水 1965年初随着刘晓慧嫁作人父 作为室友的李志安 失去一位可以商量与依靠的伙伴 此时一路照料自己的吴叔叔 也逐渐从一位长辈 转变为互动密切的对象 于公李志安出演 转要搅的都市狂乡曲与 首次独占凹头的苗金凤 均由吴家湘指导 跳槽哨事亦是透过吴家湘的牵线 于思两人在港合伙购乌 李志安赴头旗吴家湘搅分旗 原本心照不宣的关系 在吴家湘传出自杀获救后 瞬间变为大众茶余饭后的感情纠葛 颇感烦心的李志安 在反台散心受访时不讳言 吴叔叔对我的关注较多 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感激 因此当吴家湘提出一起买房时 便立刻答应下来 只是后来的变化却出乎他的意料 吴叔叔一直非常照顾我 没有料到他会爱上我 这件事我一直不知道 直到前一阵子 我因为常和朋友们出去玩 他就非常生气 有时还会发脾气 根据李志安对台湾记者的说法 他始终将吴家湘视为带给自己温暖的叔叔 一再强调双方相差二十余岁 吴家湘在英国留学的女儿爷 惊小自己两岁的事实 见双方对感情认知的差异日深 未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便毅然搬离两人合构的寓所 至少是隐城宿舍赞助 不料李志安的出走 直接造成吴家湘的情绪波动 造就舆论所谓的味情养药 对此李志安神情疑惑解释 吴叔叔那次根本没有送医院 他平常就有吃安眠药的习惯 很可能是误吃了 与毕从头至尾都称吴家湘为吴叔叔的李志安 人对这位曾经十分亲密的同事兼长辈 表示由衷而复杂的感谢之情 我一点也不弃吴叔叔 也许他对我真的很好 因爱而恨我 但我一直是把他当着长辈看待 别于李志安的云淡风轻 吴家湘认为两人本属两情相悦 为爱于李志安的单身女性身份 才不便公诸于世 眼见女友生判出现追求者 他又对两人关系不置可否 随便人家怎么说好了 深感不适滋味的吴家湘 经常与李志安发生口角 几番争执后女方选择离开 才导致后续戏剧性的发展 特别的是 当李志安被问及是否另有男友时 他仅是淡淡地答 哪个人没有两三知己呢 就人情义理论 吴家湘对李志安的态度 与和买房屋的事实 却已超出一般认知的书值照料 李志安的撇清说法 除未维持形象 也包含对双亲的交代 一如他语代无奈的感慨 不相信我的人一定很多 但是我一定要获得父母的谅解 我也盼望祖国的观众 会相信我说的话 说得太少 不容易表达自己 这是我的坏毛病 这次事情发生 也正是因为我一直不肯 开口的关系 话不多的李志安 对未来有明确的想法 平日虽然沉默 唯独谈到感兴趣的电影 就会滔滔不绝讲述个人见解 基于这份对第八艺术的爱好 李志安撑过一年又一年的不如意 直至面对各说各话 如罗生门般的绯闻 赋以七年蹉跎等待 才决心跳出梦想圈 离开种种说得出口与说不出口的无奈 李志安少女时即自带淡淡哀愁 以致她经常被派演带有文艺气质 遭人欺舞的角色 这类传统的女性形象 在讲求独立自主的1960年代中下旬 已非主流 尽管她也是着诠释青春活泼的少女 却不若同年龄层一线女星的出色 种种不利因素加成 即使眼镜有所提升 也难再上层楼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